8月8,曾几何时这个数字8被我们广为传唱,一回为发的意思 这个啊的结尾只有数字这一个 因为我们中国人都讲了吉祥寓意 有些东西也是这样来的 但是这个读音呢,自然也有它的能量 我们补一节课虽然过去了 但是这一天呢,在上面,天上很重要 怎么搞的,盘陶会 在地下呢,就是一些少数民族可能会过 我们说了这个阴的数,一般过的比较少 什么4月4啊,6月6啊 这个少数民族也属阴嘛 对我们汉族说羊他们就是阴 虽然说少数,但是这个种类比较多 也代表多的意思 那这个盘陶会是怎么说的呢 凡事啊,我们都应该 中国人讲的天人合一 地上的东西天上都有 所以天上就讲这个星象 我们肉圆可见的 那就是一些星星而已 但是他这个每个星星的能量太大了 8月8这一天呢 北斗七星都比你平到有月 8月 那然后 最后 最后 这个北斗七 他的连线 带着这个西北方位 这样转的同时 月亮 刚好落在星秀 新的位置 星秀 所以说 这个盘陶会 说的是王母娘娘 王母娘娘呢 是女性 八是女性 8月八 崇八 我们知道朱元璋 又叫崇八 那这个阴性就十足 那 月亮在西北方向 昆仑山 就是王母腰池 也在西北方向 也就此时 这个代表着它是世界的中心 所以说 大百庆艳 当然在此之前呢 说3月3 也有说王母的寿臣 甚至6月6 就有一些 就都要吃盘陶 那正经的盘陶呢 我们还应该想到8月8 因为 我们先借用西游记的一句话 这个时候 是的是什么呢 龙肝奉随 然后 玉叶盘陶 先解释这个龙肝 因为这个时候 心秀 心 就 是煮火呀 火 是心 怎么到了龙肝呢 因为角康之方 心尾脊 这个心肃啊 在 东方 刚好是某位的真中焉 所以说 这个时候 啊 他是 东方 以木煮干 啊 也代表蒙 嘛 所以心肝心肝 但我们现在讲的这个词 就很多从这儿来的 然后 凤随 就不太好解释了 那当然了 随也煮脑啊 也煮这个这个 这个 内在的东西 嗯 猪雀 凤啊 这些可以联系 也煮火 可能跟心 一定是有关系的吧 现在不抢心脑血管 心脑系统 但是这个有点牵强啊 这个自然也有他的道理 那西游记 我们真正读通了 那这个 那天文 啊 这个这个神话 一通百通 那太厉害了 这个作者 一般人是读不懂的 然后玉叶呢 当然就是 这个九了 八月 有月 啊 也煮酒嘛 加个三点水 然后 啊 玉叶 盘桃 那盘桃是在 桃是花开在二月 桃熟在八月 就是这样 正二月是指节气的二月 我们 好